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来做一期历史上的点围 那么我们开始吧 当大门打开后 点围就拿出匕首 杀死了李勇和他的妻子 随后 点围慢慢地从李勇家出来 拿起了车上放的刀戟 开始往外走 李勇居住的地方靠近集市 整个集市的人看到后都感到震惊 虽然有几百个人去追击点围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 在点围走了四五里之后 遇见了自己的小伙伴 转站了好几个地方 点围才脱身而去 而也因为这个事件 点围被各地的英雄豪杰 所认识 在公元190年到192年之间 因为当时董卓把控着朝廷 张淼就举一兵和其他诸侯 一起组成联盟讨伐董卓 而点围就在张淼军中 当一个普通士兵 听命于司马赵宠 后来因为军中的衙门旗 又长又大 大家都拿不动 但点围一只手就把棋子举了起来 赵宠知道后 对点围的戾气感到震惊 觉得点围与众不同 后来陶董联盟失败 曹操成为衍周牧 再后来因为张淼和陈公等人 在曹操远征的时候背叛曹操 因吕布成为衍周牧 点围就跑去投奔曹操 到了夏侯敦的帐下 因为数次作战 斩首有功 被败为司马 公元194年 曹操和吕布在濮阳交战 吕布有一支军队 囤住在濮阳西边四五十里的地方 曹操率兵夜里偷袭 厮杀到天亮才击破敌军 但还没有来得及撤军 吕布就亲自率援军赶到 从三面进攻曹操 吕布也亲自上阵作战 双方从早上打到下午 交战数十个回合 相持不下 局势危急 这时曹操决定招募破阵的人选 点围第一个硬幕 带着另外硬幕的数十个人 穿着几层衣服和两层铠甲 丢掉盾牌 只拿长矛和了己 当时正好西面告急 点围就带着这些人赶到 敌军见如雨下 但点围却无视那些弓箭 对着部下说道 敌军距离我们还有十步的时候 再告诉我 隋从说 十步了 点围又说 五步的时候再告诉我 底下的人开始恐慌地说道 他们到了 点围手里拿着挤 呼喊着起身 投掷守挤 吕布军很多人都被打中打倒 吕布也只好率领军队撤走 当时天色也开始变暗 曹操也就率军撤退了 后来点围成为都尉 被曹操安排在身边 让他统领着清兵几百人 经常在曹操的大仗附近巡逻 点围强壮勇武 带着的也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 所以每次打仗 都是最先攻破敌阵 再后来 点围升迁为校尉 他忠诚谨慎 不分白天黑夜地守护在曹操的身边 很少回到自己的住处 点围也喜欢喝酒和美食 吃喝的量都是他人的数倍 每次曹操赐食物和美酒 他都会纵情吃喝 也会有下人在旁边 帮他斟酒加菜给他供应 而这让曹操感觉点围非常的豪壮 点围喜欢用大双脊和长刀等武器 军中就流传着一句话 帐下壮士有点君 提议双脊八十斤 公元197年 曹操南征到了晚城 张秀直接投降了曹操 曹操非常的开心 带着张秀和他的部下们一起喝酒宴会 当曹操给每个人敬酒的时候 点围手握着一把大斧跟在曹操的后面 曹操到每一个人的面前 点围就举起大斧盯着他 直到宴会结束 都没有人敢抬头仰视 十几日后 张秀反叛偷袭曹操大营 当时战局不利于曹操 曹操就带着清旗兵撤退 点围则在营门中迎战抵挡敌军 敌军无法攻入 他们就分散开 从其他门攻入 当时点围身边还有十余人 都是拼死奋战 以一当时 但敌军的人数却越来越多 点围用长脊向左右厮杀 一击过去 张秀军就有十余之矛被催断 后来点围身边的部下全部战死 他自己身上也有几十素伤 点围便和敌军短兵相接 敌军想要活捉他 却被点围用双臂夹住 两个敌兵就这样被杀死 剩余的人也不敢上前 这时点围又冲入敌阵 杀死了好几个人后 伤势加重 怒目大骂后死去 张秀军的人这才上前 砍下他的头颅 互相传看 全军上下又都跑过来看他的尸体 曹操退回到武英 听闻点围死去 痛哭流涕 派人偷偷取回他的尸体 亲自去给点围哀悼 并让人把点围的尸体 送回湘义安葬 任命他的儿子点满围郎中 曹操每次经过湘义 都会用终老的礼仪 来祭奠点围 后来曹操因为思念点围 拜他的儿子为司马 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再后来曹操继位 任命点满为都尉 赐给他官内侯 嘿嘿